美國前總統歐巴馬現身賀錦麗 在賓州的競選辦公室 因為賀錦麗在這裡的選情 越來越不樂觀 歐巴馬會這樣說 是因為部分非裔選民 只因為賀錦麗是女性 就拒絕投票 這是歐巴馬在民主黨全代會後 第一次為賀錦麗站台助講 他也在匹茨堡大學為賀錦麗爭取年輕選票 作為民主黨的超級吸票機 歐巴馬首度站台選在賓州 是因為ABC電視台的最新民調 川普和賀錦麗在賓州支持率只差0.8% 是七個搖擺州中最接近的 而且兩陣營在賓州 已經投下超過3.5億美元的廣告經費 比拍第二的密西根 還要高出1.4億美元 賀錦麗預計下週一再訪賓州 這也將是他第十度造訪這裡 至於川普也至少到賓州六次之多 至於川普是跑到密西根州的底特律 批評拜登政府對颶風救災不利 只是拜登回應希望川普別再散播假消息 賀錦麗也在X平台上PO影片 逢刺川普原本還侵蝕颶風影響 隨著投票日期越來越近 任何一場天災人禍恐怕都將左右選情 體育別新聞綜合報導